限制回收费就手机 一个月发好几趟货 每趟都赚一两千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大包裹 是一个广西的粉丝发过来的 这个月像这么大的包裹 已经发了两三次了 我们一起拆开看一下 看到这笔货怎么样 广西的大哥发过来的 有两项货 可能有一项是老年鸡 一项是智能鸡 一起拆开看一下 老年鸡是很简单的 大家一看就会 难的话还是智能机有点难 好多人还是不动 那你们就要多看视频 多看爆炸 这样的话时间久了 你们也是会熟悉的 这个大哥也跟我合作了两个月 大概是前两个月吧 耍到视频 以后开始兼职回收了 现在每个月都有稳定的量 收益也还可以 一个月也能赚几千块钱 这些应该是智能机 这些应该是老年鸡 拆开一起整理一下 也跟大家展准一下 货已经整理完成了 有个一百八九十台手机吧 也是蛮多的 给大家看一下 观众老年鸡就有八十九个 老年鸡现在给大家包扎 都是八块钱一个 里面到面回收五块 一个有三块钱利落 这里差不多有两百多块钱利落 这些可以打开电池后盖的 这些都是电容瓶 电容瓶给大家的包扎 是十块钱一个 里面到面回收 可以比老年鸡稍微 贵个一两块钱 也是可以做的 说说也是可以的 一个赚三块钱 这里三十多个 又一个一百来块钱 最赚钱的 还是要收这些品牌机 品牌机我们就分 一个摄像头 两个摄像头 和三个摄像头 这样回收 这样的话回收方法 还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看这些 这些像这些 一个摄像头的一体 这些你们都可以 到外面回收 十五块钱一个 这样就能确保你们利落 像这个还能卖五十多 五十多 二十 二十多 三十多 三十的都有 一个摄像头的 有些也是比较贵的 像这台一个摄像头的 它还是比较贵的 因为它是全面屏的 再看一下这两个摄像头的 两个摄像头的 我们就看是不是全面屏 像这老款不是全面屏的 这个机子这么烂了 你们就回收个 三十块钱 那如果两个摄像头 是全面屏的 像这个两个摄像头 是全面屏的 你们就可以回收四十块钱 这个还能卖五十多 有些两个摄像头 比较贵的 像这台能卖一百多 这台也是能卖一百多 我的测试好了 这几个都是能开机的 像这些都能卖七八十 一个的 这些都是两个摄像头 都能卖七八十块钱 因为这些都是全面屏 为什么说全面屏的机子更贵 因为全面屏的机子 年线更短 再看一下这三个摄像头了 这两个三个摄像头 是不开机 测试好了 你们断面回收 回收五十块钱一个 你管哪开机不开机 五十块钱一个拿下都是有利润 像这个不开机的还能卖七八十 如果能开机的都能卖一百多 像这个 像这两个都能卖到一百多一个了 虽然说没有屏幕 但是也不太影响价格 这两个也是两个摄像头了 这个还能卖八十一个 如果你们照片回收 如果不懂的话 就可以参考这个手机摄像头多少来回收 如果你们比较懂的话 也按手机型号来说 这样的话也会比较妥当一点 反正记得一点 这两个摄像头和三个摄像头 是全面屏的 能开机的 价格都是比较高的 那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对这个非旧手机回收感兴趣的 可以提供报告单和教程 再见 再见